說到蘑蘑菇 有一個很特別的設定 他在23等的時候就可以進化成斗立菇 但是蘑菇包子這個招牌技能 只有蘑蘑菇練到40等才能學得會 也就是說要先忍受17等的空窗期 所以會看到紅藍寶石板 人人一隻高等的蘑蘑菇在打道館 畫面非常有趣 那今天要玩的就是蘑蘑菇 不要看他的腿超級短 他可是擁有飛毛腿這個特性 中了異常狀態之後 速度會乘以1.5倍 道具配上火焰寶珠之後 一回合守住讓自己陷入異常 速度加倍超車對手 接下來就可以用蘑菇包子 配合寄生種指甲 替身跟守住不斷的害惡回血 讓對手非常絕望 不過要使用這個戰術有發揮上的限制 所以今天搭配了兩個送頭怪 那詳細操作我們就直接進入對戰吧 哇 這場對手是 官都統一隊 有那個赤腳背啊 然後耿鬼 火焰鳥 閃電鳥 肯太羅 再加一隻快龍的隊伍 那今天我們就來玩這個送頭大隊 哈哈哈哈 氣勢猴加鐵舞者組合 強制對手剩下一隻 最後我們用蘑菇來收頭 就三隻吧 好 那這邊對戰開始 對手第一隻派出來是火焰鳥 這邊我們也派出了 氣勢猴 不過因為我們的血比對手多 所以這邊直接用薄命把他移換一 來吧 薄命 動你 哈哈哈哈 超級有趣 這個是一開場就要送頭的戰術 所以非常怕對手一開場是幽靈系的寶可夢 這樣子我們薄命就沒效了 然後接下來是二號位的鐵舞者 這邊對手 哇 他這個真的是漂浮特性的耿鬼嗎 哈哈哈哈 真的飄起來的樣子耶 然後我們夸克充能提升速度 所以就算他是70匹帶的話 我們的同命也對他有效果 強制對手一換一 可以無視70匹帶這個道具 來吧 好 對手使用了污泥炸彈 OKOKOK 效果絕佳 把我的鐵舞者也秒掉了 哈哈哈 再送一隻 這邊再跟對手同歸於盡 我發現這樣子玩遊戲進程超快的耶 一下子就送完了 我們剩下最後一隻 哈哈 剩下蘑蘑菇 今天的主角啦 來單挑吧 喔他最後一隻是閃電鳥 那可以喔 還是壓迫感特性 好 那這樣子我們 他速度比我們快 我們先守住一次 這樣子可以絕對擋住對手的攻擊 除非他有學個替身之類的 好沒有 那可以可以可以 對手使用熱風 我們先扛下對手的攻擊之後 就可以觸發這個 火焰寶珠 所以同時我們的飛毛腿特性也發動了 接下來速度比對手快 直接碎他 好對手這邊睡著了之後 因為是先手碎對手 所以他第二回合可能就沒有醒了 這個就是 熱戰術的核心 我們不斷的利用替身 加守住 再加上寄生種子 不斷的噁心他 那這裡我們就 先替身一次 因為我怕 對手秒醒 哈哈哈哈 要拜人品還是要安分一點 會醒來嗎 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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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手只要睡兩個回合 那我們這戰術 基本上就成功了 所以這邊我們就 寄生種子吧 然後他如果 第三回合秒醒 因為我們速度比他快嘛 我們可以 先守住一次 吸一點血量 然後再繼續 蘑菇包子碎他 接下來就是不斷的 替身啊守住 就沒事做了 反正對手也不可能替換嘛 他已經被我換掉兩隻寶可夢了 欸結果 結果直接 對手直接睡好睡滿耶 哇 這麼給面子喔 那就不好意思啊 我甚至 替身都可以保留住 直接守住就可以玩死他 好對手 對手也受不了了 直接選擇果斷投降 好啦那就感謝對手指教啦 這個是比較 偏 除獸大隊 基本上這個隊伍 蠻完整的 可是 再怎麼完整 也擋不住我們的 自殺突擊隊 哈哈哈 那就 直接 氣勢猴起點 只是我比較怕對手的爭議法 然後可能是維京的 武道雄獅 不管啦 我就氣勢猴起點 然後鐵舞者啦 一樣就是 強制換頭 最後再選擇跟對手跳恰恰的 蘑蘑菇 就是三隻吧 好OK 對手第一隻是 洗衣機 那就沒問題了 氣勢猴 我們 他只要不換正義法 我們這邊 博命 都可以換一隻 OK 再收頭一次 開局就送 魔關魚 對手也 摩托魯也倒下了 氣勢猴這戰術 真的環境初期超級常見 每個都是 自殺型的氣勢猴 不過現在環境的話 單打來說 氣勢猴比較常見的是 隱形猴的起點 好那對手 第二隻派出來的是 喜多蘭恩 喜多蘭恩的話 他的抗性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換不贏 就直接同命 哈哈哈哈 雖然我幾乎都點同命比較多啦 然後對手這邊選擇 直接泰金化欸 哇 這人也太好了吧 送一個泰金化給我們嗎 是泰金草的 他也怕被 近身戰秒掉 但是不好意思 我是用同命 用哪一招 OK 夾農關炮 懂 真的送超快的 那對手也擋不住我們 同命的攻勢 選擇泰金化爆炸 非常的厲害喔 而且就算他有學那個什麼 替身之類的 我們還可以再來一次來贏他 所以 鐵無者作為中場 上來送的話 他是非常適合拿來限制對手出招的 對手就一隻是 快龍 哇 那快龍的話就有點尷尬欸 因為他可能 再來一次 既然都留到最後了 應該是頭戴吧 頭戴的話我想要泰金化 然後 泰金化擋 頭戴的神術 然後碎他 因為如果我守住的話 對手可能 他如果又是龍之五類型的 那龍之五 只要一跳起來 我們速度比他慢 那可能就 這場就沒救了 所以我覺得 保險一點就是 直接上來睡他 先擋住他一次的攻勢 好 神速 完全不會痛 那這裡我就蘑菇包子啊 不好意思啊 先 先後手睡對手一個回合 所以對手 下一回合必定睡著一次 然後火焰寶珠 再乘速度1.5倍 OKOKOK 這個寄生種子 其實寄生種子也是一個關鍵 因為寄生種子 有時候都會很難命中 好這邊對手 必定睡一個回合 然後我們寄生種子 開始不斷的吸對手的血量 而且因為 火焰寶珠啊 是扣1.16 然後我們的 寄生種子 是吸對手 最大HP的1.8 所以我們血量一定吸的回來 除非對手HP很少啦 哈哈哈哈 結果對手這邊又繼續睡了 好喔 那我們就不客氣的繼續來吸血 他是頭帶嗎 看他打我們神速的傷害量 雖然太金化已經浪費掉了 但是還蠻癢的 我覺得睡兩個回合差不多了吧 那我們直接守住 通常都是睡兩個回合啦 只有第一場 莫名其妙運氣特別好 OKOK 那對手醒來了 剛好抓到 喔他是 有學地震的 所以他是 標配兩招 就是神速加地震 繼續來吸他的血 這樣子他呢 換招確定他不是 帶頭帶 所以可能會 學個語氣之類的吧 那不管 我們現在速度比較快 先睡他 繼續來害惡他 這個超級短腿 跑得比快龍還要快 雖然鱸鱸米 速種真的超級慢 自稱為快龍 他的速種只有80 不過他的 其他種族值真的相當的優秀 分配的還蠻好的 就只差速度慢了一點 好 那快龍本來 HP蠻多的 所以我們 吸的血量真的吸爆多的 我們這邊就 其實也沒有什麼事可以做了 就是不斷的浪費招 我應該PP值夠吧 應該有點吧 這邊好像要玩到TOD了 呵呵呵 害惡戰術玩起來 也是蠻耗時間的 但是非常的有趣 先守住一次 因為我覺得 對手 二回合秒醒 對吧 欸 猜錯 那這樣的話 繼續蘑菇包子吧 隨便丟啦 因為我守住也按過了 他 不可能連續守住 然後對手這邊 醒來了 喔 哇 他這個龍之舞的話 接下來速度比我快了 這樣他最後一招 基本上已經確定了吧 他都不丟再來一次 所以最後一招是雨漆 然後他因為這邊速度比我們快 所以接下來會雨漆把血拉回來 但也沒關係啦 我們繼續蘑菇包子啊 如果要玩TOD 我們血量幾乎都是為止滿的 繼續蘑菇包子 終極害惡獸磨蘑菇 這戰術其實就是看臉啦 因為我們強制跟對手一換一隻後 看對手最後一隻是誰 如果有學個 挑釁啊 再來一次啊 或者吵氣寶可夢 甚至是賽富豪 那我們基本上這戰術就是 只能直接選擇投降 好對手 一回合避水 繼續來吸他的血 玩這個就是要比 對手還要有耐心 喔對手醒來了 好 所以他這裡 雨漆已經放兩次了 如果把雨漆的PP值灌滿 最多可以使用八次 好那 但不好意思 我這邊一樣就是 繼續睡 他只要不連續描醒 應該是換不贏我的吧 而且我還有手足 那我們浪費 寄生種子的PP值 寄生種子 基本上已經是廢兆了 已經用不到了 那接下來就蘑菇包子 他如果醒來就秒睡 醒來 哈哈哈 OK 喔對手這邊 再用地震 好地震只是把我們的 替身打掉而已 那替身消失 但是你只要一醒來的瞬間 剛好被我抓到 就繼續睡吧 那我們就可以再替身 繼續守住 其實講到後面我已經沒東西可以講了 越講越無力 哈哈哈 還好對手選擇投降了 不然我真的是 後面越來越不知道要講什麼 好啦那一樣感謝指教 欸 你幹嘛 神獸大隊 這隊伍基本上我們就算蘑蘑菇觸發特性 沒有一隻跑得贏的 有啦喜多蘭恩喔 好那既然都玩這個了 我們來賭一下運氣 就是送頭隊加蘑蘑菇 看能不能抽獎抽到對手喜多蘭恩 或者沒有練速度的神獸 第一隻是蒼翔 哇 好久不見了 自從離開劍盾之後就 再也沒看到了 想說可以輕鬆一點的說 欸怎麼沒有背景音樂啊 沒有背景音樂 這樣子我這樣講話超級尷尬的 好啦我後製的時候自己放一個背景音樂 好那就是 對手的蒼翔 直接被我們薄命薄死了 非常的有趣 還敢選神獸啊 再來第二隻鐵舞者 喔他第二隻是 那個欸 那個雷冠王 太頭不見都忘記名字 然後他的特性是有兩個 一個是沒辦法吃素果 那另一個的話是 只要收頭之後就可以提升 特攻擊 但是沒關係 我們速度比較快 直接 同命一方 除非他是圍巾的啦 好不是 那就不好意思啊 哇連續 把對手贏掉欸 好爽喔 這戰術就算是神獸除 也是耐不住的 都是一擊必殺 哈哈哈哈 好對手的雷冠王也 直接倒下 最後就要來抽獎了 上吧蘑蘑菇 錫多蘭恩 出來吧 錫多蘭恩 欸 是超夢 哇 超夢的話就沒辦法 他速度超快 就算我 好啦我也只能先守住拼一下啦 希望對手沒有練努力值 哈哈哈哈 這麼消極的嗎 我對手是冰凍光速 OKOK 冰凍光速 先守住來確認他的角色 然後 就算我們加速過 應該也比他慢 所以直接太精華了 擋他的冰光同時用蘑菇寶紙 好 冰凍光速 K9住吧 OKOKOK 超夢當我們超級癢的 那我們這邊只要睡到他之後 這場 希望他能睡滿三個回合 那我們就輕鬆啦 欸 雖然在最近製作了評價環節 但蘑菇能這麼強大 絕對是前面兩個隊友的功勞 沒有他們開送 壓縮對手可能有的招式 和操作空間 就很難發揮的完美 整套下來只要能成功了 真的會非常的爽 還是推薦大家玩玩看 也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發明的戰法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吧 掰掰